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20年前打造凤林生态游戏区 而内部规划露营区 不过早年露营风气还不盛行 封闭了多年后 昨天举办首次的纵谷大露营 在9月初就报名而漫了 而下午路友们纷纷进驻 把自家帐篷装点的漂漂亮亮 交通部观光署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10月19号到20号 在花莲凤林生态游戏区办理 花东纵谷大露营的活动 下午路友们纷纷进驻 把自家帐篷装点的漂漂亮亮 路友评价整理的很漂亮 活动希望花莲越来越多像这种的 可以带动花莲的经济效应 最好是合法证照很难拿 所以这块花莲的线谷 可能要多辅导那些 想要办那些合法证照的露营区去做 要不然太多没有合法的 导致很多就是所谓的 非法营业这样做法这样子 带小朋友来玩是最好的这样 观光署周庭章副署长说 凤林生态游戏区位在铁九线横 面积达48公里 并且以FICC国际录影协会 四星级营地为规划的目标 现场除了露营 还有市级生态体验等多项的多元活动 未来这个地区一共有48公顷 一定有48公顷 目前所开放的应该是只有三分之一 那还有三分之二的地方 我们可能会引进更多的这个民间的资金 跟它的创意 让我们的凤林地区 我们的花莲地区 它的一个观光产业能够更好 有关露营逍遥乐透组回想十分热烈 全区总共有54个银位 在9月初报名的时候已经额满 依照不同套票种类 在加码赠送 原油券 体验券等多项优惠 缓间还有专属陆客独有的 悠闲音乐晚会 以及趣味大地游戏 通过迷人丰富的音乐风格 让人沉寂在生态与艺术交织的美好当中 记者高双双凤林采访报道